哇 黄金雨变黄金喷泉咯 看节目咯 哈喽大家好 今天是5月10号星期三 哇我们的漫天落下黄金雨 黄金狼到下黄金又再喷出 再次恭喜 哇老师你就是标股一档接一档 这档黄金雨真的是太嗨了 恭喜会员 这个礼拜天天开盘都是下黄金 老师这个礼拜天天开盘 黄金雨就一直下一直下 今天已经变成黄金喷泉了 恭喜大家 这种感觉就是舒服啊 越赚越多 哇老师你每天都很嗨 也没办法 刚好股票就蛮喷的 不好意思 恭喜大家 今天很开心 你可以看到黄金雨好恐怖 这个礼拜 你可以看到礼拜一叮咚亮灯涨停 昨天呢 差一档叮咚亮灯涨停 今天大盘大跌 我们家的黄金雨又叮咚再度亮灯涨停板 舒服啊 在股市不就是应该这样天天开心吗 恭喜大家哦 来我们严格来看一下大盘 我知道你看盘一定会有一点疑虑 来严格来讲 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 这三天台股都是震荡 横拖螃蟹走路 再来看OTC 一个一个来看 哇OTC礼拜一跌 昨天大跌 今天是小拉来开低走高 有看到哦 哇严格来讲 这三天OTC都是跌 而且昨天那根长虹棒还蛮重的 今天即便要反弹呢 看亮呢 我们看图 来清清楚楚 今天即便要反弹亮能够不够 不够 哇可是老师 你的股票怎么这么强 这就是我常讲的 选股不选次 我说过了后 任何的盘式 我要你顺势而为 我不会去猜之后的高点 我也不会去猜之后的低点 就是量价配合得宜的话 股价K线就是会说话 顺势而为 而且我常告诉大家 我说我不知道我买的股票 一定会一定之后会不会成为长辈股 这不是我可以决定的 我常讲啊 我说我每下一个操作很清楚 为什么如果市场上买单 什么叫市场上买单 如果市场上够热络 他成为涨被股的速度可能就很快 来2482的连雨是不是 市场上买单 2482连雨连续下雨 26到76这一段 严格来讲1月2月3月4月5月 大盘都是恒拖震荡整理的格局 为什么沿西的股票这么强 为什么 我就说我跟大家的距离就是生根产业 如果当市场热络 来1、2月3、4月来 当市场热络的话 涨被股就很容易喷出再喷出 那如果市场没有这么热络的话 哎我们慢慢涨慢慢涨 也是涨 有没有看到九品芝麻关 是慢慢涨慢慢涨 慢慢涨今天哇冲出去 一样创新高哎老师你的九品芝麻关 也超过30个百分点了 所以这就是我常告诉大家的 我不敢说我每一档都会成为涨被股 但是我就是实在做实在讲 让你可以对产业够了解 有没有看到训练好恐怖哦 昨天震一下今天又创新高 叮咚亮灯涨停板 训练已经来到快要50个百分点 买价在5字头 现在已经在7字头了 训练我说过要对产业够了解 要对生计法规够了解 今年就是再生医疗 恶法要拼过关 重复一次在立法院要拼过关 如果没有过关呢 可能明年要重来就很辛苦了 这个我们改天再讲 最重要就是在股市先赚先赢 你这样了解吗 那今天就到这里 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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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